今天向一名机车的车主万能把钥匙就离开 没想到光天化日之下就被有心人击走 车主连忙到警局报案 才坐往笔路出警局就撞见窃贼 骑着自己的机车在停等红灯 当场人赃俱获将人代表归案 一名妇人鬼鬼祟祟的在机车旁左顾右盼 眼见四下无人直接就坐了上去把机车骑走 但车主发现后已经人影无踪 连忙赶到警察局报案 但没想到他才刚踏出警局大门 就撞见这名64岁的江姓妇人 正骑着头来的机车在路口停等红灯 当场人赃俱获 正经有没有带 我没有带正经 来你等一下跟我们进去 好 先车车我们先进去 要确实前进去 你跟我先进去 对不起 你跟我进去 29日下午20许 被骇车主发现将部骑乘张车 于路口停等红灯 远警货报立即前往将他逮捕 全案依刑法窃盗罪移送侦办 呼吁民众停放车辆 切记将钥匙取下 以免遭窃造成财务损失 这起窃案就发生在29日中午12点左右 吉安乡人里巴街移住铁皮仓库前 被害车主因为忘了拔钥匙 在出门前才发现自己的爱车不见了 却凑巧在报案完就眼间发现 也向车主道歉 但妇人的行为已经构成刑法切到罪 还是遭警方依法移送法办 记者 徐立琴 吉安乡报导 记者 徐立琴 吉安乡扇